台积电股东人数创历史新高 第二只脚来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昨天美股费半重挫 拖累台股今天一开盘就下杀了300多点 昨天才刚欢天喜地 今天就哭天抢地了 到底接下来的盘式该如何观察呢 我们马上就请华信投顾谢文恩老师来解答吧 各位投资朋友千涵大家好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 可能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毕竟如果说你昨天有在看所有的财经节目 大家可能针对这个行情 都表示非常非常的夜水乐观 因为我们出现往上的夜水跳空缺口 而且看起来好像升息的一个利空 没办法影响台北股市 可是我在节目当中 我一再跟我强调 我说主力作手的夜水操作 它是价格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系价 包括一个多空主义线来举例 那么你现在所看到 是我在你们的夜水开的滚 所以说我们的Telegram 你记得一定要加入 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等于说主力心态 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 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 那你仔细观察 我们这一张图卡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看得非常非常仔细 它等于说从礼拜三 我们都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从AM盘一口气延伸到 一个所谓PM盘 可是昨天当台北股市 因为美国股市利多跳高的时候 我们反而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从红色变成绿色 代表主力心态 它是由多转为一个水空 这是为什么在昨天盘中 连线节目当中的时候 我讲一个小笑话 我说主力心态空 外资补空反手做多 外资搞不好是真正的反指标 结果果不其然 今天台北股市 真的出现往下的夜水跳水 那跳水的夜水情况之下 配合台积电 也出现往下大跳水 相信我今天下午 你所看到的外资 在现货的夜水部分 卖超的金额 可能是高达将近有300亿之多 那问题重点难在哪里 我请问各位 不只台北股市 在昨天出现一根突破K棒之后 出现往下跳水 包括美国三大指数 从道琼 费半指数到纳斯达克 也是出现同样的夜水状况 那我个人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因为基本上 外资它的夜水操作 SOP 它是跟着费半指数走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费半指数应该 应该有机会形成 一个相形区间震荡 所以说你现在所看到 图卡的右手边的部分 麻烦这张图卡 大家一定要把它截图 那简而言之 费半指数它的多方宝价 落在2912点 那2912是什么样的夜水概念呢 如果说我举例好了 如果说你明天早上起床 看到费半指数 它的收盘收大于2912 其实外资礼拜一会继续卖 可是卖超的夜水金额不大 可是如果明天早上起床 我举例好了 假设费半指数收盘 收在2910的话 基本上下一个礼拜 你会看到外资大逃杀 我先把所有的东西 先跟你讲清楚 那同样的 就整个中小型电子股的夜水部分 超级无敌复杂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记不记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很多人告诉你 网通族群已经出现 缺料缓解的状况 配合美国的夜水大基建 的夜水计划 所以说有很多人跟你推荐 不管包括3596之一 5388的夜水中壘 结果甚至包括358的神准 你知道这三档股票当中 有两档股票几乎今天 打到一个所谓跌停板 那简而言之呢 就如同我之前所跟大家报告的 目前通货膨胀 它所衍生出来 比较麻烦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应该知道 我宁愿花钱去买鸡蛋 鸡蛋 因为我要吃东西 我也不愿花钱去换手机 这是为什么目前电子股操作难度 这么样高 最主要的夜水原因 那同样上会指数的部分 是落在194.73 194.73这个价位绝对不能形成日线的夜水跌破 否则电子股的夜水部分 我讲坦白它会有它一定的压力 那你说老师可是我现在有钱 我到底要怎么样操作 好来先看上个礼拜的图卡 在上个礼拜的夜水节目当中 我也有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 2603 2606 2618 这三档股票 它的月线的夜水关键价 设计在你们的一个所谓开了滚里面 我还再次跟大家报告 我说航运类运输类指数 它的月线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所以说我说520之前 你一定要去看运输类指数的夜水相关概念个股 果不其然你可以发现 他们真的成为行情当中的夜水避风港 那么避风港的原因 我应该不用再赘述吧 2603的部分是来自于高值利率 2606的夜水域名 是来自于大家就未来通货膨胀的夜水预期 2618的夜水长荣行 那是因为光货运的夜水营收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未来陆续解封再加上客运的部分 其实长荣行他们的夜水获利也会一飞冲天 这是为什么今天你又看到运输类指数 它形成一个所谓开低 然后往上走高的夜水逻辑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如果说你现在满手的夜水现金 你想要去做投资的夜水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观察这三档股票 那更重要的夜水重点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三档股票也是投信任养的夜水标定 只要投信没有出现筹码松动之前 这些股票应该还有往上攻击的夜水机会 那至于说大家所最关注的 有关于晶圆代工的夜水区块 不管包括台积电 不管包括联电 他们所释出来的夜水法术会 我讲坦白 超级无敌亮眼的 不管包括高速运算 不管包括车载的车用晶片 还是出现大缺货的夜水状况 可是问题为什么股价不涨呢 基本上除了我刚刚所跟大家报告 大家宁愿买鸡蛋 不愿买手机之外 现在比较麻烦的夜水地方 就是来自于整个半导体 它生产过程当中所需要用到的奶气 因为目前的夜水乌二战争 我讲坦白的 要持续多久 真的没有人知道 那没有人知道的夜水逻辑之下的话 基本上奶气会不会出现 未来的一个供不应求 而导致于没有办法生产 而出现断链的状况 这投资人要特别留意哦 那时候老师 你不要讲那么恐怖好不好 那没关系嘛 我一样把多方方所价给大家 简而言之 就台积电 它的多方价落在524 就连接落在47块钱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价位 绝对不能形成日线的跌破 否则会形成另外一波的夜水连环套 那么简而言之呢 如果说从盘面上的夜水结构 就如同我上礼拜 所跟大家报告的 运输类指数会优于电子股的夜水看法 没有任何的夜水改变 那面对乌尔 面对美国股市的夜水不确定性 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 在操作过程当中 还是要以26XX为操作重心 电子股的一个所谓部分 建议大家多看扫作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ght 跟Telegrino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